文和报的头版焦点还好我是雷声大雨点小 越南北部河内市还有南部的胡志明市为主的反中大示威呢 昨天并没有引发激烈的冲突 所以昨天518是暂时和平的过去了 而昨天中午呢 我国外交部长林永乐还是召见了越南的驻台代表裴仲云 林永乐呢他除了强力谴责连日以来的这个暴力行为之外呢 也对越南政府提出了12344点要求 其中包括了要确实保障我国长民的人身安全 并且迅速赔偿 从5月13号到现在这个反中排华的暴动当中 台商所蒙受的损失 而裴仲云呢他也拿出了修作的诚意哦 他郑重的向台商朋友道歉 并且提出了包括减税还有优惠贷款等等的各种补偿措施 今天呢我也代表我们政府呢向这个这些的受害的朋友呢 这个表示深切的遗憾和道歉 我们希望呢台商朋友呢继续留在越南投资发展 越南政府呢具体的承诺 比如是减免土地税 营业税 以减免或免税等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裴仲云他表示说 越南政府将协助台商恢复作业 也希望台商不要对越南失去信心 或撤出在越南的投资 而外交部长林永乐则再次重申 政府的立场并且会表密切地与越南当局保持联系 来协助台商所求合法的权益 而在此同时 经济部次长沈荣金 他也将于星期三率团前往越南 来慰问台商并且协助善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